柳如烟双目失明时 我把她捡回了甲 她喜欢咬着我的耳朵 说她是我的乖乖 还喜欢在黑夜里用双手一遍遍地丈量我的身体 说要摸出我的模样 后来她复明了 她竟是失踪的柳家长公主 早有未婚夫 趁她还没见过我的脸 我留下一只死亡证物 消失无踪 躲了五年 听闻她新婚 我才敢再次现身 可飞机才降落 机场就被大批黑衣保镖包围 柳如烟拿着定制的新郎礼服 笑容温柔却偏执 未婚夫五年前两的尺寸不准 乖 现在我重摸一遍 我被经纪人拉到包厢门口 却将着不敢进去 因为柳氏长公主柳如烟就坐在里面 虚眼的门内 我听见有人恭维 长公主听闻当年您出世失踪 还失明过 想必那段时间应该很辛苦 柳如烟淡哑地笑了声 辛苦谈不上 有人贴身照顾 比现在活得还轻松 应该就是您的未婚夫吧 那可真是患难至情 恭喜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是 柳如烟却打断了她 清甜的嗓音疏弹 她就在这里 我一惊猛地抬起头 却从门缝中看见 柳如烟抬手指了指这片土地 安葬在这里 对 我已经死了 五年前 我的那张死亡证明 是柳如烟亲笔签字确认的 身边的经纪人也在听墙角 小声道 那男的也是倒霉 要是没死 估计现在就彻底飞黄腾打了 我笑笑 不可能 经纪人不赞同 你为什么这么独立 能让长公主同意贴身照顾 肯定手段过人啊 那男的的勾引技术绝对一流 我垂毛 遮住眼底的心虚 有时候我都分不清 当年我和柳如烟的第一次 到底是谁勾引了谁 那时她双目失明 听力变得异常敏锐 我只是在她耳边小声地说了句话 她却觉得声音犹如轰炸 颅内高潮 我当时可轻色单纯了 好奇地问她 到底什么是高潮 她一边解释 一边伸手摸向我的心脏 却不小心摸到其他地方 顿时连整片脖梗锁骨都开始发红 我见她浑身都发红僵硬 还以为她要死了 哭着扑过去 要给她做人工呼吸 她反手抱住我 以英纯堵住我的人 我正陷入回忆中 服务员推着车突然撞到我 我本能地压了一声 包厢续演的门也被撞开 正对着门的座位上 柳如烟末底抬起眼 朝我看了过来 我和柳如烟四目相对 那一刹那 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 连转身的动作都做不了 可对她而言 我就只是一个 她连脸都没见过的早死鬼 睡过又如何 眼睛都没看见过的人 又怎么可能认得出 如我所料 柳如烟并没有认出 酒杯相碰时 她的眼神明媚却冷淡 落在我的身上时 让我无端神经发麻 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 那是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 我在医院永远地失去了妈妈 流着泪回家的路上 我在小巷子里被半口 柳如烟浑身湿透地靠在墙边 掩掩一息 狼狈不开 微弱的路灯下 她的脸颊伤痕累累 但那张脸仍是精致娇美地 让人屏息 一双杏仁般的大眼睛在滴血 可眼神却透露出防备与冷力 我怕了 想跑 但我想到了妈妈 妈妈躺在病床上那么痛 如果有人能救救她 最终 我抱着柳如烟回到破旧的连租房 拿出所有的积蓄救治她 那时的我没有学识 过于碰过 所以分辨不出她身上的衣物是多么昂贵 误以为她和我一样无家可贵 我甚至想 还带笑 我回过神来 嘴角的笑变得僵硬 经纪人见我这反应 忽然道 阿季 你不会是看上柳如烟了吧 我可告诉你 她是出了名的不济难色 试图搭上她的 下场都很惨 据说她的未婚夫是她的竹马 是金圈太子 他们的感情很深 你可别被她迷住了 这种女人不是你们高攀的 一不小心就得罪了 得罪 可是当初决定离开柳如烟的时候 我把她绑在一百块钱一张的床上 狠狠地骑了三个小时 顺便告诉她 我这两年只是孤独 养着她就当完了 现在有个有钱的富婆 看上我要包我 我不要她了 柳如烟当时脸蛋通红 哑着嗓子哭喊道 纪博达 你别被我抓到 我会期待你受不了 估计对这位从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来说 双目失明都没这么屈辱 对她 我早就得罪得透透的了 所幸 我已经死了 这倒是要谢谢她的未婚夫了 反正今晚敬晚酒 我和柳如烟也不可能再遇见了 想着 我随意地走到了酒店外的花园里 一抬头 就看见一抹纤细的身影站在那 雪白的手指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 是柳如烟 她回过头看我 正当我快速思考应对之际时 她突然对着我喊了句 复活 我一惊 复活 她认出我了 所幸 在我乱了阵脚差点狼人自爆之前 一只小狗猛地从后方窜过来 轻易地蹭上我的腿 是我以前养的小土狗 因为选择恐惧症 名字一直没确定下来 柳如烟竟然收养了她 还给她取名叫复活 复活什么 我这个假死的人复活 我无端地打了个冷战 如果 她知道我没死 耍了她后果不堪设想 复活 别闹 柳如烟掐灭女士烟 微笑着嘲笑狗招招手 可小狗太久没见我 在我的脚边疯狂撒欢蹦的 看来 我的狗很喜欢你 柳如烟的眸光落在我的脸上 平静却深沉 我佯装镇定 甚至感谢脚边打转的狗 让我脸上掩饰不住的紧张 有了借口 对不起 可能是我身上有肉味 刚才牛排的汤汁溅到了身上 我先回去了 长公主 可在我脉动脚步前 柳如烟又突然开口 当狗其实挺幸福的 我顿主 您的意思是 当狗 只要够乖 主人就会奖励 乖狗没什么不好 曾经 行到农时 柳如烟会趴在我的身上 咬着我的耳朵撒娇 我是阿记的乖狗 我的一颗心提到嗓子也 钻紧手心 抱歉 长公主 我不会养狗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能力负起那个责任 我弄丢了妈妈 弄丢了柳如烟 也弄丢了我的小徒狗 我不会再允许自己拥有软肋 我还需要去敬酒 不打扰长公主 我转身 可小徒狗再次扑向我 我的脚步急切 又怕会踩到它 整个人踉跄着就往前踮 一双仙手从身后过来 像以前那样环抱住我的腰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的背部贴在它柔软的胸前 耳边传来它娇软又急切的声音 和那两年的相处一样 他对我那么呵护在我 让我产生了能和他相爱到白头的错觉 如烟 你怎么在花园里待这么久 墨地 一道儒雅的男生在我们身后响起 我不用回头 都知道这声音是谁 伊藤诚 有如烟的未婚夫 打碎人美梦的声音 总是让人记得真切 伊藤诚对我而言 就是这样 我清楚地记得 伊藤诚踩着昂贵的男士脾气 站在我的连租房里 说的第一句话 这种垃圾堆 如烟竟然睡了两年 他为了我们的未来 真是能忍 我明明不是软弱的性子 可我看着气宇炫昂的伊藤诚 甚至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头一次为自己的贫困 留下自卑的泪 不过好在 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的内心不再贫瘠困苦 我迅速推开柳如烟 自己站住 伊藤诚从后方走过来 看见我的脸时 他的瞳孔有一瞬的定阵 但几秒就恢复如初 看来 他的演技比我强 伊藤诚笑着问我 你好 你是菜姐公司新铅的歌手吗 是 重复了他说的这三个字 可那双减水同谋 却直勾勾的盯着我 眼底仿佛有滚烫的岩浆在翻过 刚才被狗惊到了 多谢长公主付我一把 你们忙 我面不感色 说完就走 柳如烟却踩着高跟鞋过来 拦住我的去路 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婚礼琴帖递给我 一个月后 我的婚礼 你要参加 他嗓音轻力 用的是肯定局 一腾成打去道 如烟 你也真是的 婚礼琴帖还封口 当天才能拆 这样谁还看得见新郎新娘的名字 我没兴趣听他们打情骂俏 礼貌的接过琴帖就走了 回房间的路上 我随手撕了琴帖 扔进垃圾桶 却没有注意到 琴帖撕碎的一角 露出一个小小的把子 我以为 和柳如烟的重逢只是个意外 并没有放在心上 专心搞事业 直到经纪人告诉我 有个大导演的剧找我演唱片头曲 以我现在的小咖位来说 这属于天降红韵 等到了现场 看到柳如烟 季先生 好久不见 我心跳加速 柳如烟的视线绝住我 漫不经心道 已让我的感觉有点像故人 多说多错 我干脆不说话 装作社恐的笑了醒 经纪人嫌我不上岛 偷偷动 我直接装下了 中午 工作人员拿来午餐 水果沙拉 递给我的这份里有芒果 我对芒果过敏 柳如烟再清楚不过 但此事我若推举 他定会更加怀疑 我的过敏反应没那么严重 最多起点疹子 吃一片绿雷他病片就好了 这根钓马可能迎来的麻烦相比 简直微不足道 我拆了水果沙拉的包装 当着柳如烟的面 插了一块芒果就要送入嘴里 下一秒 柳如烟竟亲自伸手 夺走我的叉子 他动作很有大小技的娇蛮 像是在生某种气 芒果掉在桌上 我的经纪人愣住 柳如烟连我面前的沙拉 都一并拿走了 我听见他边走边吩咐助理 这份我吃 给他换成热菜米饭 很快 助理给我送来了八菜一趟 福运楼的 这里价格至少上万 经纪人傻眼了 偷偷地问我 阿季 你不会背着我偷偷找了长公主吧 你拿下她了 你不是说她不进男色吗 可是她看你的眼神 怎么说 感觉好像她只在乎你 全场这么大 她只看得到 我捏着筷子的手紧了紧 只在乎我吗 看来 我当初被骗也不算可笑至极 这部 蔡姐这么精明的女强人 也被迷糊进去 最初我把柳如烟捡回家时 她眼盲 身上的伤很重 我穷的每件衣服都是补过的 不是没想过把她送去救助站 可柳如烟却好似察觉到我的想法 我起身开门时 她又满是伤口的手抓住了我的衣板 别赶我走 她直勾勾地看向我的方向 那双眼虽忙 却像太阳般炫目的一人 能轻而易举让人深陷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我问她 她的父母和家人在哪里 她一概说不知道 她低着头 尖瘦的瓜子脸上还有未遇的伤痕 像是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 我想 她肯定被人无情地抛弃过 导致什么都不记得 我开始一天打三份工 赚钱给她智商 没完我下班回来 柳如烟都会抱着我 替我暖手暖脚 阿记 你辛苦了 等我的眼睛好了 我会给你最优渥的生活 最好的环境 让你再也不要这么辛苦 让你想一辈子 对不起 阿记 是我让你这么累 再等等我 我一定会做到 她的手脚很温暖 捂在我胸口 那骨子暖意传遍我的全身 直击心脏 我听她这么说 心头柔软甜蜜的一塌不堵 丝毫没有察觉到 她凭什么把话说得 这么笃定轻松 以及她眼底 闪不愧疚和隐忍的光 怎么能怪你呢 我是男人 本来就要去挣钱养家的呀 老婆 我想过了 等咱够了钱 我们就去护士看眼镜 听说那里有最好的眼科医院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把你治好 让你和我一起看世界 如果有机会 我们就要孩子 没有就不要 反正我们是彼此最疼爱的孩子 还有 以后 我要买一个属于我们的房子 让你住得更舒服 不要这么小 也不会漏水停电 每当我说这些碎碎念 柳如烟只会紧紧地抱着我 养起脸不停地吻我 然后趴在我身上 跳我动 这样 我的嘴就只能用来轻她 现在想来 可能是柳如烟不想听我说 毕竟我的那些美梦 于她而言 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 而她 是皇城里含着金汤池长大的大小姐 她眼里优渥的生活 和我眼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间小破的连租房里 我们是相互依偎取暖的孤独灵魂 可走出这间连租房 我们是有着云移之别的两种人 录制中途休息时 伊藤成来了 金圈太子爷 柳如烟的竹马 引人瞩目 伊藤成将下午茶分发 最后把亲手做的栗子高递给了柳如烟 你今天怎么有闲情意志 来听主题曲的录制 看你刚刚听的好投入 柳如烟没接茶 语气很淡 因为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众人立即哀悠哀悠地起火 伊藤成也擒着一抹宠欲的心 有大胆的人问 常公主 你和伊总的喜事是定在下个月吗 柳如烟的语气由淡转为正总 嗯 我会在下个月的婚礼现场 向我的爱人告白 我没再听下去 转身去露台醒醒吗 中午的那巴菜一汤太撑 我的脑子晕碳水 吹完了风 正要下来 听见片门传来对话声 如烟 你是觉得那个叫纪伯达的男人的声音像他吗 是伊藤成在说话 嗯 可是他已经死了五年了 当初可是你叫我去给他一笔钱 安抚他 我不过是多给了点 他就收钱走得那么干脆立马 未必有多么爱你 他显然更爱钱 其实 伊藤成误会了 我当初可没那么有脑子 能知道钱比女人重呢 我那时收钱利润 另有原因 一是因为没见过世面 被伊藤成羞辱的无地自如 二是早在伊藤成上门的半个月前 我其实就撞见过他和柳如烟会议 那天我兼职的店老板有事要关门 我提前回家 却见原本眼望失忆的女人 站在院子里抱着一个英俊的男人 他睁着的双眼清明 透着娇媚 早是四周时 眸光又变得凝聂 哪里有眼瞎的样子 眼瞎的 是我才对 当时的我 懦弱自卑的令人发笑 看到了这一幕 我的心口搅着疼 蹲在街角哭了很久 可回到家 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 甚至不敢问他 我怕知道真相 我怕柳如烟就这样走了 我就又是一个人了 只不过后来 伊藤成拿着钱上门 给我看他和柳如烟的各种亲密合照 我这个老实人也彻底怒了 妈妈告诉过我 不能要别人用过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 不值得我去全身心付出 于是我怒齐了柳如烟三个小时后 我配合了伊藤成的假死计划 拿钱消失 现在想想 唯一后悔的是当初钱拿手 话报拍完后的一周 无事发生 我想柳如烟大概被伊藤成说服了 不会再找我试探虚实了 这晚 我在收拾离京的行李 经纪人蔡姐在一旁刷朋友圈 哎哎 听朋友说长公主养的狗走丢了 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 小土狗丢了 当初假死一开始 我无法带着小土狗 就把他托付给了 巷口卖烤鸡的那家人 想着他总能在店里 混点骨头肉渣吃吃 长公主又找人买了一只新狗 估计原来那狗不找了 菜姐的这话让我更急了 看来柳如烟这家女士不会找了 我冒雨打了夜车 来到曾经的连租房 果然房门是开的 我急匆匆的收散跑进去 小土狗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啪哒一声 灯开了 小土狗不在 倒是破旧的塑料桌边 做着一个格格不入的纤细声音 他的手里还然找女士香烟 抬眸看我时 眼神却比烟头更新 阿季 你回来了 是柳如烟 我看见拴在他脚边的小土狗 就知道是我上套 可我还是想垂死挣扎一下 长公主 您叫我什么 柳如烟一顺不顺的盯着我 那晚 复活对你那么亲热 他从来不会主动靠近其他人 我对你的婚礼请帖 被你撕了丢进垃圾桶 如果真不认识 你没必要这样 参加婚礼对你积累人脉有好 不才对 我让人找你来录歌 你一开口唱 我就知道是你 还有 你看到芒果的眼神是犹豫的 却故意要吃给我看 那八菜一汤 香菜你没吃 香菇你也没吃 更何况 纪伯达 我摸过你无数次 你以为我会认不出你吗 既然马甲掉得这么彻底 我索性也就不光了 是 我是纪伯达 所以 长公主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骑了女人就想跑 柳如烟踩着高跟鞋朝我走来 浑身便不怒意 我以为她会气到伤我几巴掌 毕竟 那次气她的时候 我是真狠 一个月双腿都酸得蹲不下去 她估计也不例外 可柳如烟走到我的面前 伸出手将手落在了我的脸上 柔软的指腹极轻地抚摸着 原来 你长得跟我想象中的样子一模一样 这些年 我在脑海中临摸过你的脸 千千万万变 很帅 她紧盯着我 你是我见过最英俊的男人 我没躲 心平气和地道 大小街 好玩吗 柳如烟的手一顿 阿记 她低声唤我 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小街 现在重回巅峰了 全力 富贵近在掌心了 现在开始一苦思甜 回想以前玩的那些 平民窟恋爱游戏吗 你真想玩 好啊 你给我钱 我陪你玩 我直视着她 也许是我认真的表情惹怒了柳如烟 她死死地盯着我 咬牙切齿地说 你就只想要钱 为了钱 你连名字和家都可以不要 是不是 是 不仅如此 当年拿了三百万 我还要假死销户跑路 现在想想 那时的我太傻了 你是顶级豪门柳家的常公主 我就你一命 拿三千万都不为了 柳如烟猛地抱起我 点起脚尖就堵住我的嘴 一手扯下长裙上的腰带 娇满地捆住我的双手 龙唇也逐渐吓到我的锁骨上 我躲不了 索性就不躲了 要睡吗 来啊 我怕什么 反正我连你瞎的时候都睡了 现在你是高高在上的常公主 我睡了你 起飞转了 柳如烟被我气得不轻 双手推着我的胸膛 就想把我压在那张一百块的小床上 然后她想到了什么 又拽着我的胳膊走出去 我被柳如烟带到了一处别墅 她把我从车上拽下来 进别墅时 她蹲下为我换上饱满的棉托形 下一秒 她又站起身 还住我的脖子 逼迫我低下头 强吻我 趁她咬我脖子的间隙 我又故意起她 为什么不在连租房 常公主是觉得那里脏 已经配不上名了 柳如烟红唇上的动作顿了顿 你有鼻炎 那里的被子很久没换过 伟大 我愣了愣 但几秒就恢复如常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施舍一点温暖 就感动得痛哭流涕的愣头起 傻小的 因为当内心不再平静后 会发现那些温暖都可以自己给自己 想着 我就打了一个喷嚏 鼻涕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 弄到了柳如烟的手背上 她却毫不嫌弃的样子 立即起身抽纸 为我擦拭 她从冰箱里取来鼻炎喷雾 又泡了杯热的红枣花茶递给我 准备的这么齐全 看来这里有男人居住 我皮笑肉不笑 长公主真贴心 你也会这样照顾一先生吗 我为什么要照顾她 我跟她又没关系 要结婚了也没关系吗 你们金圈玩的真花 我不会和她结婚 我们所谓的婚约只是儿市长辈随口说说的 结婚请帖都发了 说这些 柳如烟 你有一句真话吗 柳如烟抬头看我 眼神透着一抹紧张 纪博达 如果我说 我想和你结婚 不可能 我打断她 柳如烟 你觉得我们走到这一步 我还会娶你吗 柳如烟红唇颤动了几下 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信了是吗 是 从我知道你是在装诗意骗我 柳如烟 我就不想再相信你了 我们早就是陌生人了 你走你的长公主路 我做我的小老百姓 我们不会有任何交情 我始终心平气和 带笑和她说话 柳如烟没说话 刚才闻我时的嚣张霸道气焰 一下子就念了 她低着头 乌黑的长发垂下 美丽精致的眉眼 也变得温顺 半跪着蹲在我的面前 捏着我擦过鼻涕的纸巾的鲜水 柔软白皙 轻微颤抖着 又是这副撒娇小狗狗的模样 我视而不见 半晌 柳如烟哑着开口 阿记 那我的婚礼 你会来吗 不会 我想也不想就拒绝 我希望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把中了一年一个的签约名额公语 好不好 阿记 她压压的嗓音像是带着一抹哀求 我懒得去细咎 一秒答应 好啊 中了是娱乐圈顶级的唱片公司 这么百年难遇的名额 我这种没背景的心愿 挤破头皮都争不来 她白送 为什么不要 那一言为定 阿记 你一定要来 柳如烟驱车把我送回了公寓 临走前还强调我一定要去婚礼 我搞不懂这位大小姐有什么怪兵 结婚时喜欢前男友在场 想不通 也懒得去想 我回到公寓时 发现门口站着一个我不想见到的 一腾成 他冷冷地看着我 季先生 我没想到你还赶回来 你以为你已没有如烟认出你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其实 从柳如烟今晚的表现里 我大概猜到了故事的全貌 是一腾成骗了他 所以柳如烟认为 我是为了多拿一点钱 无情地丢下他走了 但我们既然互相不信任 就不能怪任何人 我笑着说 一先生 你是想封杀我吗 你大概不知道 当年我们的对话 我都有录音 我录了 我装的 当年的我那么愣头青 哪有那么多手了 可一腾成显然被我虎度了 显然 柳如烟是他的软肋 哎 这男人比以前的我还恋爱脑了 可这几年的经历也告诉我 越是忍让 对方越会得寸进尺 一腾成被我对得无话可说 临走前 他可能是觉得输了 忍不住回头说 我和如烟要办婚礼了 就在下个月月初 我知道了 我冲他灰灰手 他跟我住的时候还是个错嘛 我已经把他调教得很好 伺候人的功夫一流 祝你新婚业愉快 我碰得一身关上门 舒服了 当年一腾成来找我 羞辱我 这是其实在我的心里已经过去了 但他踢桌子 导致妈妈的相框掉下来摔碎了 这个仇现在总算报了 签约了中了后 我一下子忙碌了起来 要不是经纪人提醒 我都差点忘了柳如烟的婚礼 婚礼当天 我如约参加 却没想到我会成为男主角 婚礼请帖要当天现场撕开 当入场身份证的 可上面写的新娘名字是柳如烟 纪伯达假死霸道女总 才爱上我照进现实 柳如烟穿着婚纱上了台 面对着全部媒体 将当年的事说了一遍 他说都是他的错 他不告诉我他的身份 其实是因为柳氏动荡 想保护我 他说他从来没有承诺过 一腾成和一家什么 婚礼是他一手操办的 从始至终 他都是说他要结婚了 他没说过新郎是谁 他还说他了解一腾成的脾气 知道他找了人要黑我是男小三 一旦我火了 会被破一辈子的脏势 到时候即便澄清了 伤害也抹不掉 所以他要将这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最后柳如烟拖着鱼尾婚纱 走到全城呆愣的我的面前 他竟然单膝下跪 举起戒指向我求婚 我当然是拒绝了 拒绝柳如烟的求婚后 我火了 一瞬间 我成了全网的男人凯末 我倒是没空气柳如烟 我趁着这史无前例的热度 出了我的新专辑 这张专辑我打磨了三年 反响很好 我登上了个大音乐平台的榜首 我的事业一路狂飙 在一年内拿了酒 火遍大街小巷 我有了很多粉丝 其中最大的粉头子 是柳如烟 求婚失败后 她开始追舞 常公主追人也轰轰烈烈烈 我去领奖 她用十几辆豪车为我开药 不管我去哪里出席活动 她都会准时出席 只要是我代言的产品 她砸钱买下来免费抽奖 送给我的粉丝 我生日 她买下整个金氏的大楼灯光墙 为武庆盛 常公主今天追服成功了马 成了微博常驻话题 天天都有人 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但柳如烟还要这么做 我也不再做回应 我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 我片刻不敢停歇 生怕停下来就无法再前进 我是从更远的七点跑出来的人 所以我要比别人跑得更快 晚上 我从举办活动的酒店走出来 迎面有辆面包车开过来 直直的就朝我撞过来 我闪避不及 下一秒 一道纤细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身后 抱着我飞出向前 我和柳如烟一起摔倒在地 只不过她是背不着地 我被她抱着保固 没有磕碰到 周围乱成一团 在医院检查过后 我没有受伤 柳如烟摔伤了骨头 需要卧床休息 肇事者已经抓到 是我的对家公司派来的 柳如烟被迫住了几厅医院 经纪人菜姐旁敲侧击地 让我去看看柳如烟 我没回应 低头看着手里的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 是柳如烟飞扑向我时 从外套口袋里掉出来的 也是我穿男老家土房子的钥匙 当初妈妈去世后 我没钱在京市满目的 就把她的骨灰带回了老家安葬 当初假死离开时 我因匆忙而忘记把钥匙带走 柳如烟怎么会有这把钥匙 我买了机票 立即飞往穿男 来到土房子门前 打开门 扑面而来的不是灰尘 是清新的空气 屋内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净 妈妈的照片被挂在红木桌上的正中央 周围摆满共鸣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家 但这只是短暂的 你放心 我们在妈的灵前拜过天地了 别入过洞房了 你是我柳如烟这辈子 唯一的男人和老公 这点永远不会不变 首先 我要郑重地向老公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我本姓柳 名如烟 是京城首富柳家的长允 柳京集团的继承人 相遇时欺骗了你 是我迫不得已 老公 你一定要认真的看完信 给老婆一个解释的机会 我离开老家的土房子前 隔壁的张奶奶叫住我 是阿记吗 奶奶好 好久不见了 你们身体还好吗 好得很嘞 你怎么一个人 老婆没一起带来吗 你们生娃娃了不 男娃女娃呀 老婆 我没结婚啊 不对 你骗我老婆子 你老婆每年都来给你妈扫墓的 一年不止三节 大大小小的节日都来 每次都带好多东西 还分给我们邻居了 说我们小时候肯定照顾馆 我愣住了 柳如烟每年都来给我妈妈扫墓 阿记 你这老婆找得不错 长得漂亮 看起来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但不嫌脏 你家这个土房子 她也住得下去 去年过年 我看到她在 我还去给她送烤地瓜 结果听到她一个人 在房间里偷偷哭了 还喊你的名字 说她好想你 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哦 还有 前年吧 村口王大妈跟她说 你已经死了 她气得呀 高奔鞋还踢坏了村口 那个破炸了 说你绝对不会死 说她不会信的 说她会等 一直等到你回来为止 呵呵 这姑娘是有个福气的 还真把你胖回来了 哦 看到没 现在咱们村口 所有栅栏都是全新的 据说好几万呢 你老婆让人来装的 昨晚每家每户 还都送了你那油肉 说如果你回来了 千万别告诉你 她踢栅栏的事 哎呀呀 我怎么告诉你 我心想 这丫头人傻钱多 鉴定完毕 我带着所有的信 连夜飞回了京市 我满身风雨的去到病房时 柳如烟正在喝粥 她显然没想到 我会主动来找她 见到我出现时 她迅速从病床上起身 碗都打翻了 粥撒在身上 她步步的擦就走向我 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紧盯着我 细白的腿又不小心磕到影子上 历数在她的身后小声说 长公主 您慢点 纪先生是自己来的 肯定不会跑 我的视线挪到她 吊起的白洗手臂上 立即喝止道 手还没好 别乱动 我扶着她坐下 她近距离的盯着我 眼里的惊喜都快溢出来了 历数还想说什么 被她悄悄的踢了一脚 便呲牙咧嘴退出去 手怎么这么凉 柳如烟温柔道 我让人送热汤来 你这两天没在病房 送到哪里 这是变相打听我的去处呢 这丫头 还是这么霸道 我笑笑 反正你在我的身边 安插了那么多鉴别 还要问我吗 柳如烟嘟起红唇不说话了 又来了 撒娇的小狗狗样 我回川南老家了 我把信拿出来 信我只看了几行 其他的 我要亲口听你说 我问你答 好 她应得干脆 你问什么我都说 包括银行卡密码 我有一百多张卡 密码都是你的生日 从柳如烟的回答里 我终于拼出了 当年的全部真相 当初我在巷子里 捡到柳如烟时 她刚遭遇了一场 严重的车祸 下手的是她爸的私生子 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从港市买了杀手 目的就是要弄死她 我把柳如烟带回家的前一周 她确实记忆混乱 脑袋失而清醒 失而糊涂 所以我问她父母家人时 她根本说不出来 在我家养了半个月左右 柳如烟才彻底清醒过来 但她没有马上告诉我她的身份 她不想我被牵连进去 当时的柳氏集团 正在九龙国敌 连常在巷口听八卦的舞 都有所耳 柳爷爷去世时 继承权给了最宠爱的敌长女 其他多房私生子不满 认为女人怎么可以继承家业 各种阻挠 柳爸爸公然揭晓三回祖宅住 柳妈妈被架空 柳如烟被害得下落不明 她怕那几个私生子弟弟寻仇 会波及我 她养精蓄锐 隐忍不发 等待绝地反击 在我家住了五年 她终于找到机会 这五年 我很多次想告诉你真相 可我怕你跟我一样担惊受怕 我也怕你会觉得我的身份太危险 不要我了 其实从第三年开始 我的新妇助理就已经找到了我 但我让她暗中保护我们 没有打草惊蛇 一旦被我那几个弟弟找到 后果不堪事情 我抿着唇 想了片刻 还是忍不住问她 那你在我家门外抱着一腾城是怎么回事 柳如烟皱起柳眉 然后彻底反应过来 原来你是看到了那一幕 才误会 那天 是我其中一个弟弟找过来了 我和一腾城合伙演了一出戏 那时候 我也是短暂的复明了一下 差不多二十分钟左右 很快就又看不见了 而且 一家和我妈有利益关系 一府很希望我们胜出 一腾城只是负责传话的 我恍然想起来 他抱着一腾城时 双眼光顾四周 原来 他不是怕我突然出现 而是突然短暂的复明 再加上 有敌人蛰伏在暗处 他在紧张在观察 当时集团需要我出面主持会议 扭转局面 所以我走得匆忙 也不敢回去找你 我写好了这些信 准备一回集团就寄给你 让你知道全部真相 我让一腾城拿一笔钱给你 演戏说我不要你 让你滚 这样你就不会被我的弟弟们 列为目标 他们会觉得你是无关紧要的妻子 我只是没想到 一腾城会背着我加钱让你走 还披露我们的床道 我也没想到你拿了钱 真的就走了 领走钱 你还说你找到了看中你的富婆 你知道我气了多久吗 每次气到最后 我就在想 希望你喜欢的那个富婆 不如我有钱 等你回头 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柳如烟的美眸深深的盯着我 语气带着哽咽与自责 我说这些 没有把责任全部推卸给一腾城的意思 阿记 我知道是我错了 我该早点跟你解释清楚 我明白了 相爱是共同面对一切的 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为你好 阿记 对不起 我爱你 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没有回答柳如烟最后这个问题 当年的误会全部解开后 我觉得我们各自都有 我错在太过懦弱 没有勇气问清楚 他错在太过自负 不明白爱人的意义 如何相爱 一个月后 柳如烟出院 我也在微博上公布 我有了喜欢的女人 我在等一个机会和她表达 柳如烟没有追问我是谁 只是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她如果对你不好 告诉我 我找人揍她 嗯 很有长公主的脾气 我回电给她 有个八卦告诉你 当年你在婚礼上闹那一出土味视频的戏码 一腾城的名声进火 她第二个月就出国了 嗯 我知道 柳家和一家的所有来往都断了 以后也不会有业务往来 至于一腾城 如果你想让她付出更多 我笑了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是发微博了吗 我有喜欢的女人了 你呢 最近有认识新的男人吗 我最近忙 柳如烟转移话题 在拍摄现场了 吃早餐了吗 菜姐肯定给你准备了 是你准备的吧 她不说话了 我想象着她那副小狗狗的模样 哦不 是吕娇不敢的坏小狗 娇男 娇精 又小心翼翼 我不让她给我准备这些 她每次都乖乖低头认错 一转头 又非要准备 我问她 她就装委屈 怎么就有这么会耍赖的女人了 还这么会照顾人 对了 柳如烟 你妈妈前几天找我了 她找你了 她说什么了 你放心 我会找她 她说你的年纪不小了 该结婚了 再不生孩子对身体不好了 问我有没有想法 那你怎么说的 我有喜欢的女孩了 下个月的演唱会 我会公开向她广告 你也会来参加的吧 柳如烟 我下个月忙 要去美国出差 可能去不了 柳如烟的声音 一下子低落了下去 连呼吸声都没了 有种下一秒 她就会投合泄愤的感觉 我强忍着笑 是吗 那没办法了 女主角不来 我没办法表白 我只能换个人喜欢她 听筒那边响起砰的一声 应该是柳如烟的手机掉在地上 激动的 她的秘书的声音紧接着传来 长公主 您别跑呀 您的车就在那边 我来开 我知道季先生的活动现场在哪 您的手不能开车 您还穿着高跟鞋呢 我和柳如烟结婚后的第三年 她生了个女儿 女儿五岁时 我们带她回了川南老家 在土房子里居住 然后带她去给我的妈妈客头 女儿清脆稚嫩的声音 想在山季节 奶奶 我是念念 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看着呢 妈妈说 她会好好地爱爸爸的 让您在那边安心哦 奶奶 爸爸说您以前唱歌也很好听 我现在也在学唱歌呢 我现在唱给你听啊 我搂着柳如烟鲜柔的腰枝 低头看着和妈妈有几分相似的 眼底一片幸福安宁 等到女儿唱泪了 我背着她 牵着柳如烟 我们一起慢悠悠地走 太阳在地平面升起 宝宝 我温柔地喊她 柳如烟歪着脑袋看我 那双美丽的眼睛里 隐瞒爱你 你知道吗 宝宝 我低下头 神秘兮兮地凑到她的耳边 我爱你 从遇见你开始 柳如烟的眼睛里有光亮起来 比那出生的招侠还要灼热 她点起脚尖 红唇印在我的唇上 她一字一顿闹 极其症重 老公 我也爱你 我早就在心底发过誓 我只要你 如果等不到你 我此生不嫁 柳如烟爱济博打 至死不渝 永生永世